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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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做一个什么呀 合理的分期 那么现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 就是这种非构法分期 那么分了一个零 一二三四 五个七 一般说这个零七呢 就叫也叫原胃癌 所谓的原胃癌 其实指肿瘤 单发 而且仅仅局限在粘膜内 这种是叫原胃癌 这种原胃癌呢 有时候通过妇产科的一个刮检 局部的一个刮检手术 甚至都可以把这个肿瘤 就完全给取掉 那么一期的 就是肿瘤陷于子宫体内 还没有到宫颈 只在宫体 还没有侵犯到宫颈 那么二期 就是已经有宫颈 宫颈的侵犯 那么三期 就是已经超出了这个宫体以外 但是呢 它还没有真正的超过小骨盆 也就是我们说的真盆腔 那么四期 就是已经扩大了这个小骨盆 真盆腔以外 或者侵犯到了膀胱 肠管 内膜癌 子宫输卵管造影 是有诊断意义的 那么它的表现 主要是有两个 一个是 充盈缺损 因为它既然是 子宫内膜来源的肿瘤 那么它一定会对什么呀 整个这个弓腔 或者是内膜有影响 那么 在造影的时候 首先会出现 充盈缺损 第二个呢 就是 肿瘤比较大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呀 弓腔的一个扩大 另外一个就是 子宫壁 哪侧壁来源的 子宫壁 就会出现一个 僵硬 边缘的不规则 那么像这一个 就是一个 微分化癌 我们看到 在造影的时候 在整个子宫的腔 本来应该是个倒三角 那么现在 在它的左侧 左侧这个壁 我们看到有一个什么呀 充盈缺损 但是 这个充盈缺损 和上节课 我们讲到的 年末下的肌瘤 这个充盈缺损不一样 边界不光滑 不规整 另外一个呢 就是 相邻的这个壁 比较僵硬 相邻的壁 比较僵硬 整个这个壁呢 像一个 锯齿上的一个改变 这是 内膜癌 那么第二个检查 就是盆腔 盆腔的一个血管造影 BSA 那么血管造影 同样也是看到两个真相 第一个真相 就是 动脉期 动脉期 新生肿瘤血管的一个 丰富的一个表现 就是新生肿瘤血管非常丰富 那么这些血管呢 那么这些血管呢 它会扭曲紊乱 杂乱无章的排列 部分呢 可以看到静脉的早险 什么是静脉的早险 动静脉 动静脉 出现了漏 对 就是说 一般良性的肿瘤 它不会破坏食管壁 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呀 动静脉的漏 那么恶性肿瘤 它往往会什么呀 在生长的过程中 对这个 一方面来自动脉的供血 另一方面呢 它又会破坏静脉系统 造成动脉和静脉之间 一个异常的沟通 也就是在动脉期 出现了一个 静脉的提前显影 本来脏迹还没有到达静脉 第二个特点就是 到了十字期 我们说动脉期以后 十字期 这个造影剂 进入这个肿瘤内部 这个肿瘤呢 良性肿瘤 一般都会着色很均匀 那么这个恶性肿瘤呢 它的着色是不均匀的 首先我们来看上一个 上面这个 子宫动脉造影 动脉器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同色子宫动脉 预趋增出 预趋增出 然后呢 可以看到 这个里边的血管 是杂乱无章的排列的 看不清这个血管 一条条的分布 另外可以看到里边呢 有些粗大的一些什么样 静脉血管 显影 特别像这些 静脉 比较粗大的一些静脉血管 提前的显影 这是一个 子宫内膜癌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上节课 看到的子宫肌瘤 那么他们 他们两个相比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血管呢 就排列 虽然也很乱 但是呢 它是粗细比较均匀 而且从近端到远端 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这些血管 这个呢 就是你看不到 一条条的血管 另外一个呢 就可以看到很多 粗大的一些静脉血管 提前的显影 第二个就是检查 就是CT检查 那么CT检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子宫是一个 对称性的增大 子宫对称性的增大 然后呢 增强散门的时候 这个肿瘤出现什么呢 低于正常子宫肌的一个强化 边界不清楚 是它的一个特点 子宫增大 边界不清楚 侵犯宫颈的时候呢 往往是堵塞了宫颈管 造成一个什么 宫腔的一个 基业 晚期 宫颈 宫颈 宫盘 膀胱 膀直肠 盆墙临巴结转移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远处的转移 因为它很容易经过什么 血型 所以说很容易出现 远隔的转移 那么像这一个 子宫体积增大 宫腔里边出现了一个 不规则的肿块 它不像子宫肌瘤 界线那么清楚 它的界线不清楚 形态不规则 上面是平扫 下面增强扫描 我们看到 它的强化 有的区域强化非常明显 有的区域强化呢 又弱于子宫肌 那么像这个 我们说平扫 我们看到在子宫的前臂 这个位置 看到了一个 像弓腔里边的 一个凸起的一个节节 边界不清楚 密度呢 不均匀 那么增强扫描 我们发现 它和这个前臂的关系 比较密切 这也是一个内磨埃 那么像这一个 子宫 首先是形态的一个 不规则 然后呢 在中央这个区域 可以看到 一些点片状的高密度 这个呢 其实它是做了 治疗以后的 本来一个内磨癌 做了点油拴塞 治疗以后 在弓腔里边 含于点油 拴塞以后的一个表现 那么此宫症上的表现 那么对于一些 早期的内磨癌 它的效果呢 就非常的明显 首先我们此宫症 可以很清楚地观察 把子宫内磨的厚度 通过它的厚度的变化 通过它这个 子宫内磨的 和结合带之间的 就是结合带的中断 内磨和子宫基层之间的 异常的链接 沟通 可以做一个判断 如果在T2加强图像上 内磨的内磨 子宫内磨出现了 信号的不均匀 正常情况下 都应该是 比较均匀的高信号 那么 如果是出现了局部的增厚 信号发生了改变 T2信号反而是 比内磨的信号什么呀 降低了 往往是肿瘤 肿瘤的一个标志 另外一个就是 结合带的中断 如果出现了结合带的中断 那基本上可以判断 可能是内磨的肿瘤 已经侵犯到了基层 如果是内磨癌 那么它增强的时候 它的强化程度和正常子宫 内磨的强化程度 是不一致的 因此通过它们 强化以后的程度的不同 也可以去分开 那么这个子宫增大 弓腔里面出现了一个 球形的一个冰灶 这个冰灶 有的很像是子宫肌瘤 是很难区别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T2价型图像 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的子宫基层 已经变薄了 腔内有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球形冰灶 但是这个球形冰灶 有一个特点 那么在T2项上 它呈现一个高信号 而不是一个特征性的低信号 虽然里面有些同学说 也有些片状的高信号 这些片状的高信号 可能也是一些坏事 除了这些片状的高信号以外 其他的信号相比的话 依然也是偏高的信号 而不是低信号 那么这个呢 是做了一个增强扫描 这个种各不均匀的强化 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到 它和有一部分弓腔 边界是清楚 但是和有一部分 特别是和后部 和后部的这种子宫内膜 已经显得不清楚 那么结合带 在这个地方也观察不清楚 考虑可能是从它 后臂起源的一个 内膜带癌 只不过形成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球形病灶 那么像这个呢 也是枪内的 枪内的一个 子宫 枪内的一个球形的一个病灶 这是个灌状面 灌状面 在T2加前图像上呢 它是一个什么 T2的轴位和灌状位 这个病变都是一个 什么 高性 混杂的高性 然后我们看不到 它的边界 看不到它和正常的 子宫肌之间的边界 那么增强扫描 我们看到 正常子宫肌 强化很明显 然后这个病变呢 它强化不均匀 而且我们似乎感觉到 它和后臂 左侧臂 后臂的这个 关系更加密切 我们看到隐隐约约 这么一个 这个 有些强化的一些病变 那么在这个 始状 T 这个始状增强上 我们看到 它的后臂是什么呀 成这个 锯齿状的 不规则状的 那么它是一个 子宫后臂起源的一个 密码案 那么像这一个 弓腔的一个扩大 然后呢 T1向上 无法去判断 无法去判断 那么在T2加成图像上 我们看到 里面的病脑是一个 不均匀的 不单纯是 什么呀 高信号 而且还有一些 混合的低信号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子宫体积增大 那么我们看到 在这个 T2加成图像上 在它的前臂 这里有一个 T2的低信号 这是什么呀 对 这是一个子宫肌瘤 这可能是一个 肌壁烟 或者一个念摸像的 但是在弓腔里边 形成了这么一个 种块 这个种块 就不是子宫肌瘤了 因为它 是一个高信号的 一个病变 高信号 混杂了一个高信号 而且和正常的 子宫肌之间 界限不清楚 你看不到哪 它周围 看不到正常的 这个界限 不像子宫肌瘤 它有一个 明确的一个界限 那么这个呢 就是做了一个 增强扫描 增强扫描 我们看到 这个肌瘤 是一个和子宫肌 相似的一个强化 而且呢 它的界限 非常的清楚 然后腔内的这个 内膜癌 然后和这边 这个侧壁 这个界限 不清楚 我们看 这个位置 重建了以后 发现 应该是从这个位置 起源的 向腔内生长 形成了一个 就是一个肿瘤 那么 内膜癌 它的表现 我们都讲完了 下面开始 讲卵巢 卵巢病变 上节课 我们提到过 卵巢病变 多以什么为主啊 囊性的病变 比较多见 那么最常见的 卵巢囊肿 经常会 有些 有些就诊的病人 说卵巢囊肿 在其他医院 建议他 做手术 其实呢 做了检查以后 其实不需要 做手术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卵巢囊肿 因为它 分类非常多 单纯性的囊肿 就是一包水 什么原因形成的 不清楚 那么 绿泡囊肿 就是本来 它是一个绿泡 在发育的过程中 然后 形成了一个 绿泡的囊肿 黄素 黄素 黄素囊肿 就是说在 黄体发育过程中 那么它 形成了一个什么 破裂以后 形成了一个 黄素囊肿 最多见的 而且呢 比较有意义的 就是所谓的有意义 就是有手术 治疗意义的 就是最后一种 巧克力囊肿 因为其他的 几种囊肿 它有的是在 正常的一个 生理过程中 形成的 有些不处理 它也可以 萎缩掉 或者是 不是很大的时候 它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 这个巧克力囊肿 特别是一些 急性的 巧克力囊肿 往往合并于什么的 巧克力囊肿 的体扭转 急性出血 然后一运动以后 体位改变 巧克力囊肿 体扭转 同时伴有什么呀 急性的出血 它会要急诊处理 单纯囊肿 一般是 单防 薄臂 比较单薄 单防 薄臂 单纯囊肿 单薄 如果是一个 卵炮 发育过来的囊肿 它很少 长得很大 一般 两三个厘米 最多 最多不会超过五个厘米 它就会破裂了 它会自然消失了 黄素囊肿 它是因为卵泡膜 过度黄素化形成的 一般是黄素囊肿 是会多发 两侧都会发的 而且是大小也是不一致的 第四种 巧克力当中 子宫内膜 异味 引起来的反复出血 卵肠当中 什么症状 往往没有症状 只有长得比较巨大的 情况下 它对周围的器官 产生了压迫 或者是 现在女性 每年查一次体 偶然发现 没有说是因为 比较小的囊肿 就感觉到不舒服 来查体的 它往往是偶然发现的 如果比较大的囊肿 它会引起什么呀 它会引起盆腔压部力的增高 下肢静脉回流的障碍 引起水肿 会阴部的肿胀 等等 这种呢 是比较少见的 卵巢的囊肿 用什么来检查 子宫输卵管造影 显然不行 偏偏也看不到 只有CT 超声CT MR 那么CT 我们看到的就是 卵巢的 卵巢这个区域的 单发或者多发的 圆形的 或者类圆形的 这种囊性的冰面 里面呢 都是水秧的密度 水秧的密度 那么如果是 有的囊肿 有的囊肿臂 它可能有些血供 有的囊肿臂可能有些血供 它会引起什么呢 囊肿里面有些少量出血 那么混在那里面 它的密度会是什么呀 就会 稍高 但是呢 还是比较均匀的 增加以后 囊肺 它的囊肺可以出现 强化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 我们看到第三 这个标的三 是 子宫 子宫 这是增强以后 然后一二 还有二远处的 这几个呢 都是多发的 囊性的 应变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边界清楚 臂比较薄 比较均匀 没有节节样的强化 它的分隔之间 也比较 也比较 这个 比较清楚 这个就是一个 多发的 单纯性的那种 那么像这个呢 我们说 这是子宫 子宫增强以后 这个弓腔 然后在左侧 附件区 你看 这个呢 这个就是做了 肠道准备的 之前的一个 至少是三年前 一个片子 那么这个肠道里面 都有什么呀 白色的高密度的 噪音剂 那么就很容易 很容易区分 如果它没有 里面没有噪音剂的话 你很难 把这个小肠 或者是淋巴结 或者冰变 分开 那我们看到 在左侧的这个 附件区 有一个 类圆形的 小的囊性冰灶 增强以后呢 它的边缘 还是有点 B的一个 轻度的强化 这个是个 单纯的一个囊种 那么这个 膀胱 子宫 左侧附件区 你看它这个 肠管里面 灌了肠了 整个肢肠 它冲得很好 是不是 如果这时候 有肢肠癌的话 那么 它就会在B上 有些结结 或者是一些溃烂 或者是肿块 就很容易分开 那么 这个呢 就是一个边界 很清楚的一个 水阳密度 也是个单纯性的囊种 这个 我们看到 在右侧的附件区 这个就比较大了 但是 薄壁 单薄 单独的一个病变 然后壁呢 又很薄 这个是一个 单纯性的囊种 那么这个也是 右侧的一个 单个 单个的 但是呢 这个和其他的水阳的密度 好像不太一样 它似乎密度里面 稍微有点高 它可能有些 其他的 比如说少量出血 在里面 但是也是一个 增强以后 也是一个 比较薄的一个 单纯性的囊种 那么对于磁工症呢 因为它可以 比较容易地判断 这个成分 比如说它里面 是有出血的成分 是一个新鲜出血 还是一个成就性的出血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二架体 还是一个三架体 那么磁工症呢 它比较敏感 它比这个CT呢 对这种卵巢的 囊性病变的判断呢 就更加的准确 如果囊内 含有一些蛋白的成分 那么在T2加强图像 它是高的 同样在T1加强图像上 它也不是低的 它也不是水样的 而是因为有蛋白的成分 在里面 它也会高 所以它对里面 有些蛋白的成分 也可以做一个判断 比如说这些粘液性的囊种 T1 T2都是高的 如果是巧克力囊种的话 在T1上 它可以表现是什么呢 因为有出血 它可以表现为一个高信号 那么在T2下上 因为它有什么呀 含铁血黄素 多数已经这种出血 都是反复的一个慢性出血 反复的出血 里面基本上都是些什么呢 为什么叫巧克力当种 就是因为在手术切出来 在大体病理下 抛开里面 基本上都是一些成就性的血 就像融化了那种巧克力 也就是说 是一些含铁血黄素 那么在T2加强图像上 如果是含铁血黄素成绩的话 那么它都是一些低信号 如果是在极星期的出血 它也可以表现为高信号 对 如果既有成就的又新鲜的 就是一个混杂信号 那么像这个 双侧卵巢 左侧 左侧附件 右侧附件区 各件一个 各件一个 T2压值 T2压值 T2的这个没有压值 也是高信号 那么到了T2的压值 依然它还是高信号 也就是说它和脂肪没关 那么T1向上 两侧的都是低信号 那么像这个呢 就是在T1加强图像 我们看这个 这个膀胱嘛 这个膀胱是黑的 这个膀胱是白的 这是T2 这是T1 T1上它是一个高的 T2上是一个低的 显然就是一个成就性的 巧克力囊 像这个 我们说 在左侧附件区 有一个T2上 是一个囊性的高信号 T1上是个低的 增强扫描 它这个B单独 很单 单个的 然后很薄的强化 这是一个单纯性的囊种 同时这个人还合并什么呀 这里有个什么呀 T2的一个球形低信号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子宫肌瘤 不要学了上一节课 就忘 这节课就忘掉上一节课了 那么这个 我们看 T2 T1 都是高的 是吧 T2 T1 都是高的 这是T2 这是T1 那么增强以后 都没有 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它T1也高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 急性的出血 急性的出血 巧克力囊种 就是一个急性出血期的一个囊种 诊断 不难 鉴别诊断 鉴别诊断 主要是和 这个 囊腺瘤 我们刚才说是 这个 卵巢的 可以单发 可以多发的囊性病变 那么 鉴别的话就是 卵巢的 囊腺瘤 什么是 卵巢的囊腺瘤 那么 它又分什么呀 分两大类 一个是 一个是 降业性的 一个是 粘液性的 所谓的 降业性的 囊腺瘤呢 往往是 单发 单发 可以有一些 结节 或者是 如同样的结构 那么 粘液性的囊腺瘤呢 往往是 体积比较大 长得比较大 可以是 多房 可以有 分隔 多房 分隔 或者是 大囊 套小囊 也就是 囊中有囊 这种表现 就是 降业性的 囊腺瘤和 粘液性的 囊腺瘤 要和 这种 特别是这种 多发的 囊腫 进行 鉴别 当然单发的 很容易判断 那么 怎么来 鉴别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 膀胱 膀胱的 上方 往往 这个位置 就是 正常情况下 膀胱的 上方 在实装面上 就是 卵巢的 所在的位置 只不过 它不在正中 而是在 偏着一侧 那么在 它的上方 我们看到的 这个 一个 囊性的 一个 病院 似乎有 一个大囊 还有两个小囊 这个呢 长得比较大 长得比较大 这个呢 它有 有些 分隔 它有些分隔 我们 看了看呢 好像是 它这个壁呢 你看这个重建以后 这个壁上 上面好像有些乳头样的 乳头样的 或者极致样的结构 它不是那么光滑的 完整的壁 这个呢 手术出来 是一个 降业性的 囊线流 像这一个 整个这一个都是 整个的这个 单发的 很巨大 这个 我们说单发的 壁比较薄的 这种 往往是什么呀 僵业性的 僵业性的 囊线流 一般的卵巢的囊肿 它长不了这么大 那么 像这个 就是 两个 两个中间有个 比较厚的分隔 有分隔 然后我们看这个 使照面 哪是肿瘤 哪是膀胱 下面这个是膀胱 这个是子宫 这个是那两个 对 这两个 它们中间有一个分隔 分隔 比较厚的 厚 没有看到它这个 壁上有节节 这个是个 粘液性的 囊线流 像这个呢 它已经长到了什么呀 到了腐腔来了 腐腔来 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多囊 有分隔 而且是囊内 大囊里边有 小囊 每个囊里边的 这个 因为它的成分不同 所以它里边的密度 也不一致 有的密度高 有的密度低 看到这种 基本上就可以 确定 粘液性的 囊线流 这里还有个什么 它壁上还有一个 点状的一个 概化 那么像这个也是 此宫内 多个囊 有分隔 有现状的分隔 那么史上边上看到 大囊套像囊 囊中有囊 而且也长到什么呀 这个人一开始 这个病人 好像我还有印象 就是说 最近好像 长胖了 肚子大了不少 他以为是 可能是 这个没有减肥 结果一看 非常巨大的一个 囊性的一个病变 那么下一个疾病 刚才讲了 这个鉴别 卵巢的 囊性病变的鉴别 那么下一个疾病 卵巢的一个 鸡胎瘤 这个呢 也是 比较常见的一个肿瘤 它是一个什么呢 胚胎原性的 也可能出生的时候 就有这个 病变在这儿 只不过 到了一定年龄 青春期 容易发现 其胎类的肿瘤 育林区父女 和青春期 父女 比较多见 因为它是一个 含脂肪的成分 那么 我想请问大家 这个 这个肌胎瘤 晚餐的肌胎瘤 是良性 还是恶性 多数是良性 也有恶性的 肌胎瘤 那么病理呢 主要是里面 有些什么呀 有些囊 或者一些 囊性里面 有些脂肪的 就是液性的脂肪 或者是完全 这种 实性的脂肪 肿瘤比较小 它没有症状 也是比较大的时候 出现了压迫症状 那么 之前 用X线呢 会查到 肌胎瘤 之前的时候 那么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肌胎瘤 拍了个片 就发现了 它怎么发现了呢 主要是因为 肌胎瘤 它往往合并 有钙化的成分 所以 有一半以上的病例 通过X线 可以看到这个 钙化 或者里面的骨骼 或者是牙齿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在 盆腔里面看到一个 半环形 像是一个 倒C字型的一个 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 像是个 蛋壳一样的 一个盖化 有一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 看到的它 虽然这么大的 一个盖化 十六八九 就是一个 什么卵巢的 其胎类肿瘤 那么这个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特征性的一些 牙齿 双侧都有 在这双侧 复检区 都可以看到这种 盖化的一些 盖化的 或者说 骨化的一些东西 当然有些同学说 这个和这个 咪尿系统的 结石 需要去鉴别 那么它是不是在 这个 树尿管走行的区域 需要去判断 另外一个 既然它要有 这么大的结石的话 那是不是 这个同侧 树尿管 剩余 就会扩张 那么 CT CT上 它是一个 什么表现 CT的表现呢 首先它是一个 不均匀 那个 囊石性的 一个种块 好像今天 为了录像 就不用叫边了 咱们说 还是感觉 它用叫边 舒服一点 用这个箭头 不太好指 这个 密度不均匀 那个囊石性 那个种块 边界可以清楚 就良性病面的话 良性的结态瘤 它往往是比较清楚的 那么如果是 恶性的 它的边界 可以不清楚 那么CT上看到的 手单有脂肪的密度 这个 一般你要看到 有脂肪的密度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结态类种瘤 但是是良性和恶性 还有看它的边界 有没有禁运 另外一个呢 就是软组织 也是它的一个成分 它不可能只有钙化 也不可能只有脂肪 是吧 还有软组织成分 还有脂肪的成分 就是三种成分 脂肪 钙化 软组织 特别是 它们有时候是混合在一起 有时候呢 表现为脂肪是一个 独立一个囊样的一个结构 特别是这种 如果是个囊性的 里边是脂肪的密度 在改变体位的时候 它可以里边的叶性的脂肪 可以发生什么呀 移动 对 这样的话你就更能够判断 那么像这个 我们看到 这个平扫 在这个左侧附件区 看到了有这么个东西 然后再往上这个层面 延续三个层面 我们看到 这个脂肠里面是有 赵文记 这个灌肠的 这个是赵文记 灌肠的 那么在这个左侧附件区 看到又有实性 又有钙化 同时发现了 这黑的什么 黑色的脂肪的成分 为什么这是脂肪 而不是气体 因为什么呢 你看到 它和盆腔里面的这些脂肪 它的密度是一致的 如果你要是 在CT上一测量 CT值它是什么呀 负值 负的 那么这是一个脂肪 钙化 还有软组织 这是一个其他类肿瘤 那么我们下面看到 这个肿瘤 它的边界很清楚 它的边界非常的清楚 脂肪是脂肪 钙化是钙化 然后这个 实性的部分 是实性部分 这是一个良性的脂肪瘤 那么这个 虽然也有脂肪 钙化 软组织 但是呢 你看它有一个 侵犯性的一个生长 特别是这个 我们看到它的边界呢 不清楚 不光滑 周围很多反应性的血管 恶性肿瘤这个特点 周围会出现一些 粗细不均匀的 有的是供血的动脉 有的是引流的静脉 只有恶性肿瘤才会出现这个真相 那么这个 我们看到 这是什么呀 它是 结义环 对 它有放射状的围影 那就是个金属的东西 弓腔里边金属的东西是什么呢 一般都是结义环 在它的右侧附件区 我们看到又有实性的部分 含有一个什么 脂肪的 一个球形的脂肪的密度 它没有钙化 这个呢 有两种成分 基本上也可以判断 要么你有实性部分和脂肪 要么和实性部分和钙化 或者是有钙化有脂肪 那么这个 它有脂肪的成分 有实性的部分 也是一个两性的脂肪类肿瘤 那么 磁工症的表现 对于脂肪类肿瘤 因为它对这个 脂肪的信号比较敏感 所以在磁工症上 它就观察更加的 更加的这个细致 脂肪信号 T1是高的 T2呢 高还是低 脂肪 都高 如果有些实性的部分 有些碎屑 或者是一些 我们说叫什么呀 叫一些B2 B结节 它有时候位置会发生一些改变 唯一不好的是 磁工症 对这个钙化不敏感 对补性的东西不敏感 所以说在磁工症上 这些成分 呈现一个什么呀 低的信号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首先是 这是子宫腔 右侧附件区 囊状的 就是类圆形的一个高信号 中间可以看到一些 条状的低信号 尤其这层可以看到 也就两种成分 两种成分在里边 然后在T1上 下面这三个是T1加圈图像 T1上 依然也是高信号 那么可能是脂肪 也可能是 出血 那么 这是冠状的 T2 依然是两种成分 做了一个压值 你看 皮下脂肪压下去了 盆腔的脂肪压下去了 它的信号 也低下来了 那就是脂肪 不是出血 那么增强扫描 增强扫描意义不大 因为它本身 T1都是高的 诊断 诊断 三种成分 诊断起来并不困难 如果有两种成分 要么有脂肪 要么有钙化 也可以做出诊断 鉴别诊断 往往和什么呀 底前的极锁瘤 底前的极锁瘤 往往是在什么呀 在底前 在这个直肠的周围 出现这种 肿瘤性病变 底前的极锁瘤 往往也有什么呀 钙化的成分 有时候也会有脂肪的成分 但是呢 它一般是聚在什么 聚中线 往往是有什么 有底骨的 弧质的改变 有些是先天性的畸形 有个底柱裂 有的是后天造成的一个 低骨的一个破坏 形成了一个 像喷枪里面生长的一个肿瘤 一个是聚中线 往往有什么呀 低骨的一个改变 而这个 复健的极态瘤 往往是在什么 双侧复健区 不聚中线 另外没有什么呀 没有低骨的骨质改变 这两个鉴别点 休息五分钟 对不起 中文字幕——YK